大家好 我是Chemmy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韓系的氣質公主系的一個彩妝喔 那韓系的氣質公主系彩妝呢 主要的重點呢 就是著重在我們底妝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會用一個具有美白效果的 一個精華液型的粉底 打造一個就是兼具保養 然後跟化妝功能的一個彩妝喔 那首先呢 就是上完隔離霜之後呢 我要使用的是 就是這一次1028所推出的一個 斷彩機密亮白精華粉底 那它主要裡面的防曬係數有 SPF30跟PA++的防曬係數 然後它裡面還有維他命C 所以就是等於你在上妝的同時呢 還有防曬跟美白的效果 那我今天會用兩個顏色來打造 就是我一個立體感的底妝 那它顏色主要是01 就是它是比較白的顏色 然後再來一個是03 它是適合就是一般膚色的顏色這樣子 好 用之前呢 因為它裡面有含有 就是精華液跟粉底的一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你在用的之前呢 可以先稍微的搖一搖 感覺就是碎碎的 好 然後搖一搖之後呢 你打開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這種低管型的 先低一點在手上 好 那怎麼使用呢 我會建議可以用就是1028它出的一款 就是一樣是底妝刷 那這一款的底妝刷它是可以乾濕涼用的 所以說就是你可以用來上粉 或者是用來上粉底都非常OK 好 來上吧 我先上一邊臉 那用的時候呢 用打圓的方式 我最近的臉就是 有點過 所以就會覺得臉好像 紅紅的 它的底妝好服貼喔 那因為它本身的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 你在用的時候呢 你不需要用太多的量 一次大概就是 一點點這樣子 不然邊臉就OK 打圓的方式喔 那這樣的上妝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說 像有時候我們就是 毛孔比較明顯的人喔 用這樣的底妝刷呢 它會讓你的毛孔就是完全的隱形 那我覺得這一款粉底它的效果 基本上非常的薄透 像我用在手上的感覺 就是我還沒有推開 就是可以深入皮溝裡面 所以它本身的質地其實非常非常的細緻 然後可以看一下就是 非常非常快速 非常非常貼妝 有發現嗎 這邊的感覺就是皮膚很好 可是事實上呢 我的臉正在泛紅 所以可以看一下兩邊的差別 好 然後呢 我接下來把另外一邊 也用一號色上完 那其實呢 為什麼我剛才要用兩個顏色呢 因為我是想要 利用深淺的顏色 就是 在底妝的部分 就先做出立體感 所以呢 會建議就是 比較亮的顏色 是上在就是 中間這個區 然後旁邊的地方呢 可以用稍微的 可能像是三號色啊 作為一個立體的感覺 它妝真的超薄的 好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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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這個刷完之後 它不會有那種刷痕 因為有時候有些刷子 它比較粗的話 刷完之後會有那個 刷痕 可是它是 完全就是貼妝的感覺 打按兩邊的一個粉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用就是 另外一個顏色 比較深顏色的粉底 然後我這個用的是 三號色 就是通常如果在底妝的部分呢 用這種深淺的方式 來製造小臉的效果 會比你事後再刷粉 來得更自然 好,我要刷這邊 那刷的時候記得就是 雖然是打圓的時候 可是 雖然是打圓的手勢 可是呢 都是這樣往上的 其實這樣同時也會有按摩的效果 有發現這邊臉 提上去嗎 對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覺得 這一款1028的斷彩 機密、亮白、精華粉底 真的還蠻淺的 而且它算是就是 平價的品牌裡面 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的 你的氣質型彩妝的話呢 底妝是一定要像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呢 我是比較就是混合型的 像現在就是轉秋冬的話呢 我的皮膚其實算是還蠻乾的 所以呢 這一款粉底上完之後呢 我基本上我不用再擦粉 就OK了 那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有一點點 或者是你的保濕度很好的話 你上完之後你會覺得就是 欸 有一點亮亮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就是 繼續再上一點粉粉的東西 讓它定妝 那我還蠻喜歡就是它上完之後 它有一點點光澤 然後 這種就是 達到就是均勻膚色的效果 再複習一下 就是剛才中間呢 是用01號色 然後旁邊的部分呢 是用03號色 用深淺來打造出 就是一個比較立體的底妝 然後呢 像就是如果臉上有小瑕疵的部分呢 是可以用就是這個 1028的一個美白凝霜 然後它裡面一樣是有 美白的效果在裡面 跟剛才的粉底精華一樣 那都是就是同時上妝 然後兼具就是 保養的效果 然後它裡面有附一個海綿 那遮瑕的話呢 我會建議就是可以直接就是 用手 這樣子 非常濕潤 放在眼睛底下的地方 燒貼 很多人都有黑眼圈的問題 那首先呢 我覺得你要先搞清楚就是 自己黑眼圈的原因是什麼 像我之前黑眼圈很嚴重 結果發現是因為就是 我真的太晚睡了 那就是 調整完你的作息之後 黑眼圈就慢慢的就好了 那 所以我覺得就是 要先搞清楚自己 黑眼圈的形成的原因 才能夠對症下藥 好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上完 就是遮瑕了 眼睛就很OK 那我這邊要來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我今天要用刷子上妝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搞不清楚就是 用刷子或者是用海綿 用手 那我到底今天要用什麼東西上妝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關係到底想要的妝效 就是 今天如果想要很薄的底妝的話 其實用刷子它是可以用最少最少的量 然後達到就是最薄透的效果 那分別的濃厚度差不多就是 刷子 然後再來是手 然後再來是海綿 所以就是基本上 你今天要看你想要畫的妝 然後選擇你要用的器具 那我今天是要用韓系的一個 氣質公主彩妝 所以說 我想要妝是很薄透的感覺 所以我就用這個刷子 就快速的上眼影跟唇妝的部分 因為其實底妝好了一半 基本上你的妝就是完成 成功了 就有50分就幾個囉 那眼妝的部分非常快 我們用3CE的一個眼影膏 那它的 它是我選擇這個顏色 是有點玫瑰金的顏色 那它基本上非常好搭配 就算你 上完之後再上疊差其他的眼影也OK 然後接下來教大家就是眼線的畫法 那眼線的話呢 我也是用韓國品牌3CE這個牌子的眼線膠 然後 我會教大家 就是因為呢 其實 氣質公主妝 我們要給人就是一種楚楚可憐的感覺 所以說 我在畫眼線的時候呢 我會稍微的把它往下畫 讓眼睛看起來 比較有一點垂垂的無辜眼 那我在畫就是 眼線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會把它眼長 你可以自己稍微的稍微動一下 就是眼 然後靜止 從側面看的時候呢 要有這樣往下的線條 這樣的眼睛就會被拉長 而且是往下的感覺 就是有無辜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放大你的眼睛 另外一邊是一樣 因為如果眼睛是往上飆的畫法呢 會感人 就是這樣 會感覺就是 比較強勢 然後比較有強忍的感覺 所以說 我今天的眼線先把它往下畫 眼線完成之後呢 剛才我們家常的部分 底下這一塊 就是三角形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咖啡色系的部分 去把它這個地方填滿 那我用的是這個顏色 這顏色比較亮一點點 把這個底下三角形的地方 就是用咖啡色系的眼影去填滿 會比你用眼線的方式自然 會比你用眼線的方式自然 而且柔和 含最喜歡的一個就是臥蠶的部分 那我們臥蠶的話呢 我們今天利用就是比較 呃 珠光色系的一個眼影粉 達到臥蠶的效果 先笑起來 使用的是膚色的一個珠光色系的一個眼影 那臥蠶的話呢 我教大家一個想撇步 就是有些人如果沒有臥蠶的話 其實臥蠶也是可以訓練的 怎麼訓練呢 就是每天晚上睡覺前呢 就可以笑這樣子 阿你的脂肪其實就是往上推 每天做這樣的運動 你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臥蠶 還有臥蠶呢 還有另外一種畫法 就是畫完這邊亮亮的時候呢 在底下的部分呢 笑起來這個地方 用就是咖啡色不要帶亮粉的 一點點喔 這樣 畫一點點 然後畫完之後一定要用手推一下 它會讓你就是臥蠶的這一塊更明顯 然後呢 基本上眼妝不需要太多的顏色 然後畫完之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貼假睫毛 那假睫毛的部分呢 我個人很愛用就是AK的609 跟 然後今天的用法呢 是AK的609之外呢 後段又加上了就是 波波小姐假睫毛的P3型號 因為就是 嗯 我覺得609雖然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它的睫毛的長度好像沒那麼長 所以說用兩個加在一起效果會更好 那609的睫毛 假睫毛呢 它是屬於比較軟一點點的 像我的眼睛就是比較容易過敏型 我沒有辦法帶就是太硬的假睫毛 那就是用這一款就是很好用 那塗上就是睫毛膠之後呢 帶假睫毛 有發現我在戴假睫毛的時候 有稍微帶後面一點點嗎 因為我本身眼睛比較圓一點點 沒那麼長 所以你們 如果想要讓自己的眼睛看起來比較長 比較大的話 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就是剛才的 呃 從眼線開始 做一個這樣的角度 然後接下來我要上下睫毛 因為下睫毛 上了下睫毛之後呢 才能讓眼睛就是 整體性感覺就是更好 然後下睫毛的話 我是用 AK的下睫毛 你們可以看一下是長這樣子的 不一定要買AK的啦 就是長這樣子就可以了 是一束一束的感覺 剛才的下睫毛重點呢 主要就是 其實我只會貼後面的一段而已 然後前面的部分呢 我會就是用 睫毛膏去刷自己真正的睫毛 這樣的效果 我發現會比較自然 暗沉了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唇妝我們就非常快的 一樣是使用就是3CE的顏色 然後這一款的顏色呢 是蜜桃粉 雖然說今年很流行就是大紅啊 或者是一些 嗯 比較久紅色的就是一些唇膏 可是其實就是 男生他們還是比較喜歡 就是比較自然的唇色感 主要就是先把唇風畫出來之後 其他的部分用點的方式就可以了 好 然後 基本上彩妝就這樣完成了 那 髮型的部分 我可以教大家就是弄一下 就是 如果要比較氣質的感覺的話呢 這次的頭髮是Miyaki幫我剪的 然後 嗯 這個髮圈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它上面有很可愛的兔子的圖案 對 是我們B2B設計囉 好 然後呢 可以稍微的留下一點點的瀏海 不是瀏海 是病角 這次Miyaki幫我剪的頭髮就是 會很像就是有一種 短頭髮的感覺 我們就剪短頭髮好嗎 真的嗎 用大長圈把頭髮綁起來之後 把後面拉蓬就可以製造比較時尚的感覺 重點是後面不要扁扁 蓬蓬的這樣子 好 我的韓國女星氣質 彩妝完成囉 還蠻簡單吧 重點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第一個就是底妝 底妝要先完美 底妝完美的話呢 你的妝就成功了60分 然後接下來是眼妝跟唇妝的部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囉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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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